就是好重啦 就是現在好像有點緊張了 真的很難想像 還在消化 真的在消化 還在消化 有點太多了 近期MeToo風波稍不停 不少藝人更是形象大翻車 日前天心等人宣傳新細時 也被問起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不管是男生跟女生啦 就是都有 擁有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然後你任何 不管是在言語上啦 肢體上 你只要碰到 有任何不舒服 不妥的地方 都要大聲的說出來 對 或者是可以尋找 旁邊的人幫助 各位對於那個 人設翻車有什麼想法 尤其現在到的爸爸之後 就是小朋友的教育很重要 可以比較好 不要順利 像細節講的 遇到 遇到 不知道妳的輸出是什麼 我覺得要勇敢講 就是要勇敢在展開這邊 好重啦 就是現在好像有點緊張 但因為很意外 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有 有那麼多個人 就是很意外 哇 真的很難想像 還在消化 真的在消化 還在消化 但是 有點 太多了 資訊量太多 嗯 陳婷妮曾在2011年 和佑盛搭檔合作 華具真愛找麻煩 坦言看到新聞時很驚訝 我也是覺得滿 很驚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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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那時候 是昂檔系 然後我們每一天都被那個 播出 追著跑 所以我們幾乎 就是都應該要 每一月都應該要被尊重 跟人家對待 然後 身體的居住圈 如果真的覺得不舒服 我覺得 這跟性別沒有關係 就是大家都要保留自己 但是 是不是最近還有在拍過 那 還有耶 那你之前要揮歌 會怎麼說 應該是開鏡的時候 現在居住的氣氛怎麼樣 其實 其實蠻緊重的 是 傅 發生 表演 功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